对不起了 我真的是扛不住了 房子呢 我们也不要了 我想好了 我要离开这个城市 回老家农村了 生气呢 黑就黑吧 我都无所谓了 我们已经不堪负重了 啥时候能上岸 是个头呢 我呢 黑龙江哈尔滨的 房贷呀 有120多万 玩30年 每个月的房贷呢 要4000多块 每个月的收入有限 全值在家大海 没有一点收入 老公一个月6500块 有两个孩子 小的呢 上小学6年次 每天的餐费 公交车费 大的呢 上中学 是私立学校 我们一家四口花椒啊 都补到2000块钱 我都想过要卖房子了 可惜呀 有家无事 当时都说买二手房更安全 我们就买的就是二手房 光首付呢 加中介费 税要花了60多万 还要还4000多块钱的贷款 一共要还三年 也就是说12万 现在呢 欠银行 还有100多万 现在房子拍卖底下 只有60万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 我们欠银行 60多万 银行有利息 还有诉讼费 律师费 都需要我来承担 说实话 普通人一倍的 都赚不到这些 但是呢 我知道 现在是特殊时期 什么都不好做 更光我全职 带着孩子 也没有办法 处理挣钱呢 就算再过十年 我也挣不回来 这100多万呀 以我们真实的案例 提醒大家 你买房子 买车 这件事 千万要谨慎 不要太高估了 自己的 买车 就说一句话 宁愿不买 也不要 逼着自己 低债退路都没有 希望大家呀 以我为界吧 面对房子 车子 有实际的 当然可以 需要我们 我们就买 像我这种家庭 不要为了 他的面子 比较亮丽而行 还是老实的 大家 来 回来